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现在目前为止呢 慢慢的这个前后端分离的这样一种结构呢 会越来越流行 原因为什么在这样一点呢 原因呢 在这样一点的原因就是说 你现在对于前端的产品来说 对于用户直接打交道的这样一个产品来说 它就不仅仅只局限于你的PC的电脑的网站呀 还有这个手机移动端的网站 还有这样手机的APP 会呈现出来众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都是用户可以去访问的 既然有这么多的一个产品 如果我还是采用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我现在一开始去实现出来的视图 仅仅只能够去处理网页 那如果再新引入来一个手机APP的 这样一个跟前端打交道的产品之后 那我还得再另起一个视图 同学再去写一遍吧 对吧 还得再去再另写一个对应的接口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习惯性的想要去采取 往前后端分离这样的结构 原因就在于 我可以去实现出来一个结构之后呢 无论是前端哪个产品 我都可以去服用 不需要再重新再去写一份了 这是现在慢慢的前后端分离 它所对应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先来咱们来看一下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前后端分离的这样一种结构 对于后端来说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后端减轻了你的开发的能力 就减轻了你的开发的压力 你写出来一个接口之后 能够服用 但是我们说了 前后端分离 它也有一个必处 也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是哪个缺点 我们去想一看 有一个叫做搜索引擎的优化 也就是SEO优化的这个东西 搜索引擎 优化 SEO优化 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那我们都知道 你的产品一旦推出来之后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推出来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再推出来这么一个产品之后的话 然后呢 紧接下来 你就说了 这个产品我实际上是想需要让众多的人 都能够去访问我这样的一个产品吧 对吧 我现在推出来了 推出来之后的话 但是呢 别人可能不一定知道我的这个网址 所以怎么办呢 通常情况下 大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是不是通通的都去找这样的搜索引擎 专门来去搜索呀 通过关键字的方式呢 去找到一个搜索引擎 然后呢 找到一个搜索引擎之后 我去输入特定的关键字 输入来一个特定的关键字之后 然后呢 他就能把相对应的结果返回给我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传出博客 然后呢 你把它去输入关键字 相对应的 就把这个结果呢 通通的全都给我列出来了 那你说 现在呢 这个搜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你百度啊 或者这样的Google 叫搜索引擎 那你说这些搜索引擎 它是如何能够做到 你建立出来一个网站之后 它就知道你的存在了 它实际上就是会用到了 我们在后面那个阶段 像中跟大家去说过的 它后面会运行着一个爬虫 而且那爬虫呢 是全天24小时不停地在去运转 这个爬虫怎么去理解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是一个一段程序 这个程序呢 可以理解为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去讲微信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程序当中 师傅还跟微信发送请求啊 利用了一个URL live to 这样一个模块发送请求吧 这样有印象吧 那你就可以理解说 你把这样的一个模块 向后端发送请求的这功能 稍稍的一封装 然后呢 封装成什么结果呢 你告诉他 我现在呢 让你去向哪个网址发送请求 然后呢 就通过这个模块 向这个地方来发送 像给你这样一个网址 发送请求 让这个网址发送完请求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 他发送完请求 实际上拿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网址 所对应的范围值啊 应该就是网页吧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所对应的 之前跟大家去提到的 你通过这个URL live to 一点URL URL open 好了 向后端 你写了一个对应的网址 比如说3w.itcard.sn 发送完整之后 那他会给我们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当中 我们说了这个网址 返回的就应该是网页吧 所以呢 他就把网页拿到了 他把网页拿到之后呢 他把网页存下来 存下来之后 然后呢 来去看一下 那在这个网页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有误具 对吧 他拿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展示一下网页原代码 这个网页原代码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就是真实的 当你用这段程序 向后端访问的时候呢 他能够拿到的是具体的 这样的html的语言了 所以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 就呈现出来的 所定的数据 那紧接下来 那我们说什么东西呢 你就说了 我们就可以把谁呢 就可以把这样的 把这个 UILab2这个模块 这段程序呢 就叫做一个爬虫 就是专门去爬取数据的 是关于这样的人 他爬取完数据之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做成功课呢 你就可以让他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进行分析 分析之后 来看一下页面当中 都出现了哪些关键字 你比如说可能出现了 人工智能加python 所以呢 他再去利用页面解析 利用字符传解析的方式呢 把这些关键字的内容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 然后怎么做呢 去存到数据库当中 比如说他就见了 人工智能是一个关键词 python是一个关键词 我发现这两个词出现在了谁呢 出现在这个网址当中 所以呢 他后端里面在维护着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维护着数据库当中 那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就会去存放着相对应的了 比如说存在这个k k就是关键词 然后呢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发现里面有python 好了 就把python存下来 然后呢 这个k出现在哪个网址当中呢 这个k出现在一个网址 是哪个网址呢 刚才我刚刚去解析到的 是这个3w.itcast.c 所以就把它存下来了 存下来之后 那这就说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搜索引擎的第二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 拿爬虫去爬去页面 第二项工作 对页面进行解析 解析好了之后 把对应的 在页面当中所出现的内容 都是进行分词 就是说把这样的句子给你拆开 拆成一个特定词 拆成一个特定词之后呢 把词跟对应的这个网址的URL 这种对应的关系给你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保存到数据库当中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当我们利用搜索引擎输入一个关键字之后 然后呢 他就从他的数据库当中去看 这个关键字对应的都有哪些URL 网址能够出现 所以呢 就把相对应的这些URL 通通的全都给我们展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搜索引擎 他所对应的工作过程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做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然后呢 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阶段 大家去学习的时候呢 学习的是哪个东西呢 学习的就是爬虫 也就是说是如何利用这样的工具 去爬取这样的页面 而且你发现这个页面的话 既然是24小时不停的运转 你不可能自己每时每刻的都给他去 就去完全控制这个程序 我先让你爬哪个网址 再爬哪个网址 再爬哪个网址吧 而是说是不是得做成自动化的方式啊 你先爬一个网址 爬完一个网址之后 然后呢 发现这个网页当中 还有这么多的网址是可以有内容的 所以呢 再通过对应的工具 你把这些网址抽出来 然后呢 让它自动化的 再去向这些网址发送球 拿一面 这就是一个爬虫了 这是我们在后段阶段 去做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大家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那我们这个印象的原因就在于 需要大家理解 就是搜索引擎当中 离不开爬虫 然后呢 也离不开刚才我们所说的 建立起来的那个索引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应于前后端分离 跟前后端不分离 就有一个对应的不同效果 一个什么样的不同效果呢 那你去想一下 比如说前后端不分离 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你现在对于后端来说 有一个这样的网址吧 就像这个网址呢 是让别人访问的时候 哪怕是爬虫访问的时候 也是访问的是斜线 index 这是一个入口网址 就是说最第一个 访问的网址 访问这个网址之后 如果采用前后端不分离 那你说这时候 拿到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样的结果 是后端已经渲染好的网页吧 而且我们强调的是 后端已经渲染过 渲染过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是不是已经 把数据塞进去了 塞进去之后 完成那个东西 那也就意味着说 你前端当中拿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页面 里面是不是已经 完全包含了 所有要的数据啊 所以这时候爬虫 在去解析里面的时候 它就能够在这里面 拿到正确的数据吧 样式都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 里面所包含的这些数据 才是有种价值吧 所以相当于 它能够拿到数据 能够拿到数据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它能够把页面里面的 那个关键词 跟对应的网址 是不是建起来关起来 然后你在输入关键词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给你提供 这样网址了 但是你现在回过来 我们说了 前后端分离了 前后端分离之后 我让你前端访问的时候呢 你的网址还是这么一个网址 但是这个网址所对应的 可就不是后端贴中数据的结果的 而是就对应的 普通的一个页面 斜线index.tml吧 对吧 是这样的东西 这个斜线index.tml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里面没有数据 然后呢 什么时候有数据呢 是这个页面 被加载到网址期当中 你执行GS脚本的时候 你把GS脚本运行起来 然后呢 通过发送阿达克斯方式 才能向后端拿数据 拿完数据之后 这时候呢 才有的数据 所以就相当于 第一次请求的时候呢 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那你说 没有任何数据 它拿到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搜索引擎的爬虫 有意义吗 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我们说了 你采用前后端 不分 前后端分离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前端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还是采用这样的结构的话 就可能对SU优化来说 并不优好 这SU优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何在页面当中 填充关键字 让搜索引擎爬虫 爬取之后呢 能够把我的这样的一个 网站的排名往前放 就相当于 它所对应的 就相当于在搜索的结果当中 这个关键词 跟我的这个网址的一个 贴合度更紧密 是比别人的这样的 对应关系更重要 往前放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SU优化了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你采用前后端 分离之后的话 你前端爬虫 拿到数据之后 里面连关键词都没有 谈何去谈这个 搜索引擎话 是不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过的东西 那对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如果你采用前后端 分离之后 还想要说 把你的产品 往搜索引擎上面推广 让它更好的 别人通过搜索引擎 能够搜到你页面的时候 怎么去做呢 那你可能就说 你需要让哪个页面 是让爬虫去爬的 你就把那个爬虫呢 把那个页面当中 你采用前后端 不分离的方式 再单独 再去写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就提供一个完成的 现成的页面 专门给写实的 专门是给爬虫去用的 让它去爬虫这样的页面 然后呢 它就能够拿到数据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去 说的一个问题了 那关于这点的话 大家可能还没有一个 直观的这样的印象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现在把这个 咱们做的一个成型的东西 给它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现在来去看一眼 这是当前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吧 能看到数据 但是呢 你看一下 我让你访问的时候呢 是search.html 然后呢 我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通过 浏览器的这个调试工具 直接拿这个东西 网络放 网络放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 不是你直接访问 这个search.html 看到页面值 而是说它是已经 GS运行好之后 去按这个结果了 那我们怎么看 最原始的值呢 你要看sauce 看sauce当中 我把search.html 给你点开 点开之后 然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页面当中 最原始的地方 你看到了这么多的数据 但是你看一下 search.html这个页面 第一次拿到挺多的时候 这里面有真实的数据吗 有吗 有什么出租二十间 多少次入住价格吗 是没有啊 而你会发现 这里面实际上 是不是也出现了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模板 我们现在跟大家提 这个模板 不是后端模板 是前端模板 意思就是说 你后端都能用 python的模板 你前端GS难道 就没有模板吗 前端GS也是有模板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刚才我们跟大家 去说过了 你采用前后端 分离之后 你通过另外的一个请求 向后端拿取数据 拿取数据之后 你怎么把数据 填中页面当中 如果这数据比较少 你可以直接通过 jequery的方式 然后呢 筛选对应的道母元素 把数据c进去就可以 如果数据比较多 那你就可以在前端当中 采用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在前端当中 采用前端的模板 前端模板 这前端模板 也就是说是GS模板 通过GS模板 或者是前端框架 前端的也是有框架的 你或者是采用前端框架 把数据c进去 那我们在这个 在咱们的项目当中 咱们采用哪个项目 咱们采用的是前端的模板 所以大家 你可能看到的 这样的一句话呢 我是不是给它放到 script这里面了 这就是前端模板当中 所要去利用的东西 就相当于 我向后端拿到数据之后 然后呢 我往这里面c 往这里面c之后 然后呢 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你模拟出来一个爬虫 这爬虫 在向我这个网址 在向我这样方式 去访问的时候 他拿到的最原始的值 是什么样的值 是不是拿到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你我们就可以 把这样的东西 叫做一个前端页面的 骨架了 里面只有架子 只有搭起来了 在哪个地方放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的 具体内容 确实没有了 除非他能够 自己去运行gs方式 才能够把数据拿回来 贴旭关于这样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